健身中很多人不喜欢练腿,原因就是练腿太苦,太痛,所以很多人干脆就放弃了练腿。 腿部肌肉是我们身体中第一大肌群,而且腿部是全身肌肉的根基,如果上半身练了健硕,下半身瘦小,会给人头重脚轻的不斜调转,所以我们并不能忽视对腿部的锻炼。 当你有了强壮的腿部肌肉,其他的肌群训练会变得轻松起来,我们人体有很多动作都是由下肢去完成的,特别是跑步,身躲这些动作,有了强壮的下肢会让我们运动健身起来轻松很多,练腿还可以促进雄性激素分泌,从而影响筋肉的增长。 所以说看似练腿对上半身没什么帮助,其实练腿的好处是不可不良的,在健身房中倒灯机,腿腕曲机,腿缺神机,击种机等,这些器材都能很好的锻炼到腿部肌肉,如果没空去健身房,怎么锻炼腿部肌肉呢? 下面这些徒手动作,可以帮助你很好的锻炼到腿部,喜欢则可以收藏,时间是最好的见证者。 动作一,腔脚,右肩,在跳起时,利用腿部和核心肌群发力,稳稳地站在倾斜上面,次数,12到15次,循环两组以上。 动作二,肩部顿,右肩,挺胸收腹,比肢站立,单腿向前跨出一大步,然后屈膝下顿,次数,12到15次,循环两组以上。 动作三,并腿深蹲,右肩,双腿并往下蹲,注意下蹲时,膝盖不要超过脚尖,次数,12到15次,循环两组以上。 动作四,伸对跳,要点,双腿开力,屈膝下顿后迅速跳起,次数,12到15次,循环两组以上。 动作五,单腿蹲,要点,单腿抬在固定屋上,然后站直登起,次数,12到15次,循环两组以上。 动作六,靠墙伸对,要点,双腿开力,推与墙面保持一定的距离,然后飞靠墙面。 贴墙缓缓下蹲置大腿与地面平行,然后定住,保持这个蹲姿,时间,看个人身体素质, and 规则坚持,喜欢请关注激素健身,获得更多健身知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